文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需要自己去探索 有一些帮助 我走过来 比如在情感或是在林地 在哪些方面我放下了 我会找到一些捷径跟你们讲 就是不会让你们在这里边走得很久 但心路历程每个人还是要自己经历过 只是你走得短 你没有那么 就是说我会讲起来 就是我会 就是说你 你可能自己一个人的一年才能放下 可能现在两三天三五天就能放下一天 就是快乐 但是你还是要经历 心路历 还是要过 这个应该两个方面 比如说佛法的一个方面 见地啊 这么样的 另外一个 刚才我说视线 就您的这种生活 经历这种视线 也给很多人 这种一些情 不会说什么什么都是很圆满 人家都能够吃那些苦人 就是算了 你这样认为 我觉得有时候会对我很多的 是啊 有启发会有意思说 觉得他那样修 或者有这样的修的人 会有些错误 可能吧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已经有没有 就视线嘛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还要跟你视线 几十年他的修行之路 而且还有一些 视线的 他的一些因果报 他们讲的一些故事 等于是 陈的佛还要受了一些 还要受一些果报 我觉得是佛陀的东西 因为他是走了 离情区域的路 走离情区域的路的话 跟世俗的东西 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对很多人的 余小妙跟他 就是说大家 首先 因为我们是早相的 从相上看佛陀 跟我们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追求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从相上就一目了然了 他改变了 他是那样子的 跟我们现在世俗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从一开始 找到就是跟我聊 就是开始度我的时候 我选择雪秋的这条路 基本跟世俗生活 没有任何区别 它没有任何让你 就感觉到 你跟正常的是不一样的 在形式上 是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 所以对我开始 我觉得我这样子走 就算你将来 修成到 你对周围的人 有没有影响 就是说 他们不会从你 形式上来去 得到一些帮助 就是因为你走的 你看上去 你跟正常人 你跟我们是一样的 你做的那些事 我们也在做一样 但是 这个更难的是什么 因为在整个这条路上 我在世俗的路上 表面上是在 全部在世俗的路上走 但是他要求你的 心性上成就更高 他对心性的要求 这就叫我说 从一开始 他就要你出三界 他不是让你气头发 他让你对三界 一下子就舍到底了 就是你才能出轮回 直接就出轮回 就是他色心为戒 一下子就 气了 把你心气了 不是气了你头发 就是这个 在整个的修行 整个一条下的 你的心性的那种 指定观 绝照 随时每一念里边都 都在携带上 就是走的时候 他心性上要求很高 表面心事上 你不断地了约 不断地接心约 不断地了约 这些东西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就在走 其实是看不出什么的 任何修行的痕迹 几乎没有 除了有闭关 说我在官房里 你们能看到 剩下几乎就没有 任何修行痕迹 为什么呢 我做都很少打了 现在 不持咒 不念 不去打咒 很少 偶然讲讲经 一笔关 就这些事了 你们能看到 我拿啥修行 没有修行的痕迹吗 但是这个 就是心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师父 当时他也是说 他说 如果你在这条路上 能走出来 才会能帮到更多 因为别人 他们也舍不了 因为让他们出家 他们也出不了 那既然出不了 从红尘中 怎么走出来 对啊 就说能够在里边 不染 能够出真的 初步你不染 是不太容易的 如果你走出来 就能走结束 一套很简洁的 路 给他们给听 就是说 你会在 但是我走的时候 有时候是绕远的 所以我才走了 很多年 他绕远的目的是 把所有人 能够接触到的 都都体会一下 你们能体会到 都体会一下 然后找一条 捷径出来 这样 所以绕了两三个大圈 我开始也会绕 要拥了 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修 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觉得那些法文 我不需要修 后来说 法文无量 只能从这句解释 说 可能说师傅是培养一个老师的 或者是什么 那你就要学 学了不是用你用的 是要给别人用的 那就去学位 去体验吧 体验 如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 全部放下 比如说你前面 已经正到这个境界了 那么这个境界已经消失了 你已经结束了 重新来过 把所有的 所有的正量 全放下 从一个反复的角度 重新起修 所以无数次的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从你病了 重新开始 你不病重新开始 就是完全是 在那一刻 完全就归到零 然后又开始 这样去体验那些法文 然后去做 然后我慢慢就理解 他是在培养老师 他不是在培养弟子 他在找老师 他在教你怎么做个老师 怎么去体验 你身边人的那些 修行啊 什么他们遇到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他在教你学习这些技巧 或者一些 善巧方便的东西 你就知道 师傅在教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不需要吧 那些东西 我挣过来就我知道 但是 你知道挣过来 跟你再重新 按那个方法 挣一遍又不一样 体会一样 那个经验又不一样 因为大家 大部分问题 还是散乱嘛 其实都是普遍问题 还是最初的问题 我想再过十年吧 可能有很多人 会需要一些特殊的指导 因为他这个圆满的过程 就是开悟界系 我觉得对你们必不难 慢慢的都会可能 有一句体验 但是我觉得圆满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就是这种不同维度的圆满 一直在圆满 是这样的 就是你会发现 你已经可以了 这些东西都知道 但是你这个角度 你就是还是 就是说 刺激到这个人的这个角度 你觉得你还是不透 你还觉得可以再圆满一下 再圆满一下 就这样 整个过程 就最让你就是快乐的 其实也不是打坐里边 那些境界 有时候真的是才悦 或者你进入某一个维度 在天人那个境界里边 你真的是会觉得神仙爱啊 亲爱啊 那那个真的也不是太快乐 太快乐 最快乐的是什么 就是 就是这件事 你真的做不到 然后放不下 然后你去忍啊 你去 因为觉寿嘛 因为觉寿很强烈的时候 然后你去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然后接持 咬着牙 接持着 按佛说的那个 它就是虚幻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牵引 或者是 就是到第三次 那第四次 突然一下子你过来了 就是真的空了 那个东西对你 它不是说你无所谓了 或者是突然呈现出 就是你自我跟 这个关的跟被关 那两个全部空性 你就能体验到那种 那个时候是 真的是太快乐了 那个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你真的是解脱的感觉 就是出三界的感觉 比你在产地里边 变成什么大光 这样那种 哇 突然你做到了 你知道 可以了 那才是实时寂寂的 你觉得你做到 在人道 手的绝世 手也空了 那一刻 就是在人道你做的 我觉得剩下的 都是虚幻的境界 你在产地里边 你可以变成佛 变成很多东西 你可以在产地境界里 都无所不能 三通广大 但是 实时寂寂 做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东西 你放下的时候 那才是快乐 你就把那种企业 特强烈 所以这点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吗 所以这点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吗 这种快乐是实实在在的 你们从人的角色上体验出来 解脱就是包括不轻慢的打开有些东西 只要我发现每件事情 只要我持续三次 一般都能达到我要的东西 就是已经突破了 就不会持续很久 只要我能够持续 然后 我觉得那个东西 其实不是来自于你的地理 或者就是你的支界 界地 就很结构的那种 佛学的那种 佛的界地 就像定在你 刻在你的身心里 就是这样 佛说的就是这样的 只剩你现在没做到 做不到 所以你觉受到很多东西 牵引着就是被困在这儿了 你做不到 佛说的是对的 而且那个 每做一件事的时候 佛学 就是经典里边那些概念 界地 就实时 马上就第一年出现在你脑海里 就是那样的 你不是用一个世俗人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永远是用佛的那种支界 其实你 你还达不到 其实对佛的支界 你也解释得没那么透 在那一刻 但是那句话就是在你那 就觉得就是对的 你要由朝人的角度去思考 你就觉得是错的 但是你又有朝人的角色 情绪 情感 甚至有贪嗔痴脈瘾 全在那儿 但是你就拿佛的 就看着他 就是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这一点比你们结果 然后你们就是有时候是 你们有时候是被常人的那种思考模式 一下子就切得跑掉了 就切得跑得很远才回来 我跑我晒一下就回来 就是跑得没那么远 就是好回来 我觉得就这点区别 这大的都一样 也会跑 吸气 太天吃麦衣 吸气 欲望 杂念 所有的一切都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这样 而且连得到的快乐 你们的也是实实际际的 就是放下节识器 放下这个切笔得到的 没有其他的 是不是 这些还不是一样的吗 我说你疼 为什么就我们就先 接近那一刻会到了 但是 就没到 就一直没到 一直想 一直没到 每当这么想的时候 就会有点烦涨起来 你这等到一个 你已经着想了 等待一个 你希望的境界 所以先说 陷入为主 为什么有些境界 不是不说 老师就是 齐且不说 等你达到了 才会跟你聊 怕你陷入为主 你在等待那个解脱的境界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你是你的东西 你不是以我的境界来解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